还应该在观察之中 我到目前为止 我并没有看出两个人在对华问题上有根本性的分歧 所以也就是如果刚才所说 我认为副总统还是在配合这个总统的功夫 那么当然这个 我们注意啊 这个中国可能特别希望美国出现一个纸牌屋 但是呢 而且这个像华春莹的这种说话 就是希望或者调解这种矛盾 但是呢 这个我觉得它是调解美国的政治 这个政治传统或者政治制度 从这个目前来看 中国的外交就是最高领导人说了算 其他的这个外交的谈判的代表 他们没有各自发挥的这种权力 没有给他这样的授权 所以你看中国的外交为什么老不成功 就是给他们授权不够 然后呢 这边呢 这个主子呢 又很强大 都是永远要求一言九鼎一锤定音 就是他说了以后别人就不能够用别的方式来表述 即便是在维护这个本国或者本党的利益的时候 他们也不敢越雷池一步 这个就造成中国外交的一种被动 那么相比之下 我觉得这个贵国外交好像比较灵活 就是这些个 出面谈判的这些个大头们 他们其实各自有各自的角色 那像这个 也就是通常讲的唱红脸唱白脸也好 我觉得可能呢 因为一个是这个蓬佩奥已经跟中共来谈判过的人 那么这个未来呢 这个就中美贸易战这个问题呢 川普也马上要跟这个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谈判 这两个人都有谈判的这个任务或者使命的话 他们就不能把话说绝 因为必须要谈嘛 大家双方要摆条件 那彭斯的角色就是不一样 他就是直接亮剑 然后呢 你要是不接受我的 有你的好看 他就是举这样一个角色 所以呢 彭斯所讲的这些东西啊 其实是中美之间 中美关系之间 最根本性的一些矛盾 都借着他的嘴说出来了 然后呢 这就给了中方以巨大的压力 然后来由这个川普或者蓬佩奥这样的人来进行谈判 我觉得就是错了这个铺垫 所以我们必须过度的来解读 就是说真的出现了 好像不同的 出现了旗舰 总统和副总统之间 出现了裂痕 这个当然中共很希望 就这样的解读 但是我现在还看不出来 嗯